媽我已經快40歲了 然後我賣個房子 你還要上來幫我看啊 怕我被房仲騙啊 我有那麼笨嗎 媽媽永遠覺得小孩 就是小孩 不夠聰明 不夠聰明 你會被人家騙去這樣子啦 所以後來我就不顧她 我說 我媽就說 你等我 你等我 我馬仔就起來這樣 結果他不用馬仔 我就把他家賣掉了 就是那一天房仲帶人來 我那個房仲很厲害 你知道他就約一天 他說迪先生 我這一天約了十幾組客人 可以嗎這樣子 我說好 我來跟你開門 喔 病病假 一天來十幾個這樣 下午就跟我說 有一個人要出臥旋 要不要賣這樣 你這個房子 坪數大不好賣 所以這個有人出價了 而且是佔你的要求的數字 你現在不賣 的確那個時候是一個高點 我不賣可能 也許賣不到這個錢 好 我就晚上 我說好 收臥旋 就這樣 我媽隔天真的跑上來 我跟我媽說賣掉 我媽說 蛤 怎麼可能 我媽哭啊 你知道嗎 而且我媽就上來了 我媽就上來了 我媽就哭啊 說我們怎麼都不聽媽媽的話 你是賣多少 我跟她說我賣多少 說 媽媽這房子不可能賣什麼就 我媽就哭 我har以 wenn我走了 我自己的用法 你不可能 됩 臥